人类生存的空间,称其为阳间,人类死亡后,其灵魂所在的空间称为阴间。 在中国,大量的古代神话和道教典籍中,都有阴曹地府的记载,这其实也说明了从古至今。 人们对死后世界的好奇,在中国神话传说中,阴间是由一道道关卡,一座座阎望殿,以及层层地域构成的,人死后首先要去。 土地庙报道,随后过鬼门关,过了这一关,人的魂魄就变成了鬼,走过黄泉路之后,才能抵达阴间。 许多死而复生的人,对阴间有着奇怪的描述,以下就是发生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们老家偏僻的小乡村,一个85岁的老太太去世了。 按照我们当地村里的风俗,要在家中停尸三日,但就在第三日时,老太太的尸体发现了一栋,大约是在晚上的时候,有人在院子里守灵, 微亮的火盆光线在灵棚里闪烁,他忽然看见老人脸上盖的白纸在颤动,刚开始以为是有夜间有风在吹,也没大回事。 可后来发现,纸飘动得很有规律,像是随着人的呼吸在上下起伏,守灵者感到有些害怕,便跑回了屋子,把别人都叫了出来,大伙把死者脸上的纸取掉, 看见原本已经尸体冰凉的老人,在正常的呼吸,仿佛睡着了一般,不一会人就醒过来了,吓得其他人连忙跑掉。 随后老人的女儿试探着和他说话,简短地问了几句后,确信老人真的活过来了。 老人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水喝,一口气喝了许多的水,几天以后就和正常人一样地生活了。 老人回忆说,在下面阴间时,见到了许多过世的亲人,但是都比活着时要小许多,住的屋子也小许多,和他们去世时烧得纸房子的模样,大不相同。 老人还回忆到,在阴间他一直都在走,似乎双腿不由自己控制,就是不停地走,朝着一个不知道的方向走。 路上看不到河,看不到树,天上看不见太阳,看也不云,感觉一直是阴天,路上有人在看他,却不和他说话,过世的亲人也不说话,怎么问也不理他,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老人觉得口渴,和路人要水,也没有人给,就一直这样渴着,后来就醒了,发现自己活了过来,经历了这次事件后,老人又活了三五年,才真正地去世。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这样死后还魂的人,甚至有人能死两次之后,才真正死去,大多数人醒来,就是不停地喝水,有些人能回忆起此时的情形,也是看见了很小的人,口渴没水喝,走路不由自己控制。 但有些人却无法回忆,说自己都记得看到的东西,却不能说,不能想,一想就头疼,疼得说不出话来,除了死而复生的人,人们其实对于阴间的想象,大多来自佛家和道家古籍里的记载,所以人们才相信,人死之后,生活的地方是阴间。 但是不能和阴间一样正常生活,毕竟阴间不是天堂,许多做善事的人和胡作非为的人,到了阴间,结局是截然不同,他们在阴间存活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在佛家的描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阴间,在佛家的所说的六道轮回里,称为恶鬼道,鬼道的一个月相当于人间的一天,恶鬼的寿命,短命的是千岁,长命的是万岁,由此而知,无论生活多久,至于哪边生活怎么样,就根据人的毅力来定。 一般按照宗教的说法,将鬼分为三类,一是多才鬼,好比人间有大富大贵的人家一样,多才鬼,享有丰富的祭祀,一是不缺,如居住在设词之中,受人祭拜的有主鬼,或者大是大福的天神,都属于这种多才鬼。 二是少才鬼,好比人间的一般平民,虽有祭祀,但是享乐比多才鬼稍微迅差。 三是无才鬼,好比人间有一些人居无定所,三餐不济,靠着别人的偶尔救济生。 无才鬼也是如此,大部分是流荡荒野的孤魂野鬼,人们有时举行,无遮超度法会时, 无才鬼就来应供,吃点美食,无才鬼通常为无主鬼。 那么,人死后怎么去阴间呢?去阴间有什么过程呢? 今天,我就来告诉你去阴间的七大过程,让你了解一下阴间的真相。 一,鬼门关,人死后,灵魂会先到达鬼门关,这是通往阴间的入口。 鬼门关由十殿阎罗王中的秦广王管理,他负责审判死者的罪孽,决定他们是否可以进入轮回。 鬼门关有两道门,一道是生门,一道是死门,生门是通往阳间的路,只有有缘分的亲友,才能通过生门看到死者的灵魂。 死门是通往阴间的路,所有死者都必须通过死门进入阴间。 鬼门关前有一条河,叫做望川河,望川河里有一种水,叫做孟婆汤。 孟婆汤可以让人忘记前世的一切,为了让死者不留恋阳间,不反抗阴间的刑罚,每个死者都必须喝下孟婆汤。 二、阎罗殿,通过鬼门关后,灵魂会被送到阎罗殿,这是阴间的最高法院。 阎罗殿由十殿阎罗王中的第一殿秦广王主持,他负责审判死者的善恶,并根据他们的罪业分配他们去哪个地狱受刑。 阎罗殿上有一本书,叫做《生死部》,生死部上记录了每个人的生辰八字。 寿命、善恶、罪业等信息,秦广王会根据生死部上的内容,来判定死者的命运。 如果死者没有罪业,或者罪业轻微,可以直接进入轮回转世。 如果死者有罪业,但还有善行或冤情可以抵消,可以暂时留在阴间等待救赎。 如果死者罪业深重,没有任何善行或冤情可以抵消,则必须下地狱受苦。 三、地狱。地狱是阴间最恐怖的地方,也是最多人去的地方。 地狱分为十八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刑罚,针对不同的罪行。 地狱的刑罚有的是肉体上的折磨,有的是心理上的折磨,有的是灵魂上的折磨。 地狱的刑罚都是无限循环的。 死者在地狱中会不断地死去复生,生不如死,死不得生。 地狱的管理者是十殿阎罗王中的其他酒店,他们分别负责不同层级的地狱,对死者进行严厉的审判和惩罚。 地狱中还有许多恶鬼和妖怪,他们是地狱的刽子手,负责执行各种刑罚,折磨死者。 4. 轮回 轮回是阴间的另一种安排,也是大多数人最终的归宿。 轮回就是让死者转世为另一个生命,重新开始一段人生。 轮回可以让死者消除罪业,也可以让死者修行成佛。 轮回的管理者是十殿阎罗王中的第十殿转轮王,他负责安排死者转世为什么样的生命,以及转世到什么样的世界。 转轮王会根据死者的善恶和愿望来决定他们的轮回。 如果死者有善行,或者有强烈的向善之心,可以转世为人或者天神。 如果死者有恶行,或者有强烈的恶念之心,可以转世为畜生或者恶鬼。 如果死者既无善也无恶,或者没有任何愿望,可以转世为植物或者无形之物。 5. 幽冥 幽冥是阴间最神秘的地方,也是最少人去的地方。 幽冥就是灵魂的归宿,是灵魂最终融合于宇宙万物的地方。 幽冥没有任何形态和规则,也没有任何喜怒哀乐和苦乐。 幽冥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平静和安详。 幽冥没有管理者,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控制他。 只有那些超脱了生死轮回,达到了极高境界的灵魂,才能进入幽冥。 进入幽冥的灵魂不再有任何牵挂和欲望,也不再有任何记忆和意识。 它们只是一种纯粹的能量,与宇宙同在。 6. 阴阳交界 阴阳交界是阴间和阳间相连的地方,也是阴阳两界互动的地方。 阴阳交界有很多种形式,比如梦境、噩梦、幻觉、预感、灵异现象等等。 阴阳交界可以让阳间的人和阴间的灵魂沟通和交流,也可以让阴间的灵魂影响和干扰阳间的人。 阴阴阴阴阴没有固定的位置和时间,它随着人心和气场而变化,阴阳交界也没有固定的管理者。 它由各种神灵和力量共同维持和调节。 7. 阳间 阳间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也是阴间的对立面。 阳间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变化的地方 是对人生善良的奖赏 阳间的人可以享受各种快乐和幸福 也可以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 阳间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和目标 也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志 阳间的管理者是各种神明和法律 他们负责保护和指导阳间的人 也负责惩罚和教育阳间的人 阳间中还有许多奇妙和美好的事物 他们是阳间的精灵和祝福 负责给予阳间的人各种帮助和启示 这就是我对去阴间的七大过程的介绍 希望你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教训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创作 并不代表真实的情况 我不知道人死后真的会不会去阴间 也不知道阴间真的是什么样子 我只知道,无论我们去了哪里 我们都应该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生命 做一个善良、正直、勇敢、有爱心的人 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自己 无愧于天地 无愧于阴阳